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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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哈囉 謝謝大家來參加我們這個 蘇果演藝交流在美洲製判的演藝講座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是在維持復刻上面對著美飛社 任何人都可以來參加 我們是盡量辦活動 讓大家可以加起來 東西可以再比較好 然後呢 最標的公司是希望說 你做得好的話 你可以再分享出來的別人 包括你的技術 包括你的工作 大家可以交流 這樣大家都可以互相得到 做的意義 那我們是在任何行銀之下 我們都不會自己賺錢 那比方說 大家跟TENBO買東西 那也是你們直接跟他交易 可能是提供的方便 那當然 我也要求他盡量是 給大家便宜一點 這樣才有意義 不然的話 就跟資本商賣 可能就沒有好差 我們是盡量這樣做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呢 是要有三個講師 第一個就是 Sindy Fan 他是要第一個講 就是要有關一些香草 或是一些辛香料 比較常用 因為是律師客 有些人自己喜歡 那第二個 是會講一些肉 還有一些肉 那第三個是給我 應該擦這個魚 好 應該多了一次 這個應該給我們 再拍一些照 那各位 我們就節省時間 我們就馬上開始 我們先請給Sindy Fan 來幫我們講 謝謝 大家好 我是Sindy 那 今天我 比較講的其實比較 基本的 那我在一般家庭組織都喜歡 刀菜場 還是菜 那都覺得種菜很難 那麼容易就慣了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你可以去菜場 你直接擺過來種 就等於把後葉當成你的冰箱 像這個的話 是我今年 大概我幼稚的時候去 喜歡超市買的那個芹菜 那他買完之後 沒有這麼多根 他只有一點點而已 他是沒有根本沒有 有那個基礎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把外面的墊子拔掉 然後整個擦到那個土裡去 由中心的天液整個擦下去之後呢 他一會長了 那你就可以吃大概整個夏天 可以聽得到 可以聽得到 OK 那如果你種的地方 有點 比較溫暖的話 其實可以過冬的 所以這等於你 哪一次 施力的你 或者是好幾年 都可以 好 必定要帶一根嗎 可以 必定要帶一根嗎 他的那個超市賣的是 比較沒有根的 那我我試賣給你看像 超市賣的 超市賣的比較像這樣子 你看沒有根的 可是他整支好好的 你就可以選 然後盡量是學比較粗大的 因為粗大他會再長大一點 如果在戲的話 呃 試判的機率比較高 你就直接插從裡面 那插的話呢就是 呃 不要用他倒為準就可以了 那插的前一個禮拜 就好像是水分要夠 然後之後就可以大概兩三天交一次 除非天前很熱的話 那另外一個就是佛手瓜 佛手瓜你可以去超市買 買回來之後呢 放到陰涼處 他會吐舌頭 中間會長一個 有凸綠綠的 對 然後他會長 長大概一個手掌高 你就可以種立下 那他這個很好 就是你可以吃果子 然後他長出來的虛 就是我們常吃的龍虛菜 這個最好最好的就是 因為超市賣的很貴 而且他沒有蟲害 會有蟲吃他 所以你給種一個 吃兩樣很划算 那這個其實 你做任何菜 生吃也可以 然後搓一搓 呃 剉筋 就是削絲 拌麵煎餅都很好用 那煮他也可以 那墨西哥也很喜歡做 墨西哥的時候長刺 如果大家有看過的話 就是深綠色長刺的那一種 所以這個也很好 我們家也是有 那這個冬天的話呢 他會整個枯掉 那不要 不要把他別根挖起來 只要把上面的枯葉剪掉就好了 那在清理枯葉的時候 最好是戴孔罩 因為那個會有以前發肥的那些老枯枝 所以很容易吸到裡面去 所以戴孔罩或是手套 最好 因為他這種 因為我們是踩這個 我都很懶得帶 所以踩完之後 他的手會癢癢的 所以最好還是戴著那個手套 然後腳也是 因為他會到處長 那他容許在長出來的時候 大家說 欸我等一盤再吃 不行 因為太老 那最好就是呢 他長出來一定是茧 大概一兩個禮拜去修一次 越修他越嫩 然後而且你修越多 他的果子 就是這個佛手瓜 會長得更多 一般法律上說 你修了就不會有瓜 其實是不對的 越修他越高興 然後越長得茂盛 而且不太施肥 他自己長得很高興 那如果你家有哲學朋友 也可以去院當那個 這陽棚蠻好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蠻好的 那台灣的阿里山長滿地 所以他也是很天然的 所以可以在地上爬 你可以讓他地上爬 可是地上爬的話 你拆果子會比較麻煩 如果你家地不大的話 或是你種盆的話 讓他架才會比較好 或者是種在樹旁邊 你就不用架 讓他爬樹 可是爬樹會有一個確點 就是你要拆果 拆這個佛手瓜的話 會有點比較困難 你要爬上去比較危險一點 所以你看你自己家的狀況 種地 種坑都可以 所以冬天的時候 不要整個挖起來 因為我家那個大概有七八年 像一個那種老龍龍 大根 他會自己蒸發 你根不要挖的話 他自己蒸發很快 大概三四月開始長滿地 那你如果剛種的話 塗了鴨 長了喵 種下去 他大概會有兩三週都沒有動靜 是正常的 因為他可能有一點那個 Rusha 就是比較 你嚇到他一點 他就可能會緊張一點 會休息一陣子 那還會再長 對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有可能是水或者是蟲 或是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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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等他好了 發癌就是放在陰涼處 他自己會吐舌頭 中間會吐一塊 不用他自己本身有水分 可以供他自己活 因為其實你這個放久了 在外面放久了 他自己會吐舌頭 會發著細色內癌 對 所以這蠻好種的 那種化有些人說這樣種 說這樣種 我是喜歡埋在土裡的 因為埋土裡比較不會被其他的蟲 或是怎麼樣吃掉 比較安全一點 埋到多生 就加在整顆看不到就好 對 對 對看不到果就好 不用太深了 他的嫩牙蟲這邊 跟野蟲這邊 所以就直接埋下去就可過了 你叫小日照 就是等他把牙蟲埋在土裡 你說後來你們兩個會不會死 那會不會死 被蟲齒或是天氣的問題 因為這個原因其實 很多種原因造成他沒有進去 所以你 我覺得你不要光種一顆 你多種幾顆比較安全 對 而且我的方法是你種這個地方會死對不對 那你就換個地方種 好 而且你不要光種一顆 你就是這邊種兩三顆 那邊種個兩三顆 分攤風險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是有時候那個水管沒有破掉 然後水沒有給他 整個 整個就沒水 就枯萎 那你這邊掛了 你這邊還有 所以不怕沒得吃 所以你很喜歡的話就好多種 然後我們可以看出來你家哪邊的風水 他比較喜歡 那他如果不喜歡他就哭了 就要看自己 那另外這種是地瓜野 地瓜野也是我們可以去那個農夫市場 我建議是到農夫市場 盡量到農夫市場去買回來種 比較有生命力 有生命力比較旺盛 那超市有可能就是他屁很久你在買 所以會比較不太好 那一般我們現在這邊的最好都是 一拿回家馬上去做 你的時間不要拖太長會最好 那Farmer's Market 一般農夫市場都是早上去撿一撿 然後拿來賣的那種最新鮮的 那這個就是我去那個Farmer's Market買 然後泡了兩個禮拜的水 給大家可以看到 長那麼多 其實不用泡了兩個禮拜 一個禮拜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擦 那你買的時候就好是有下面這一條 不要光葉子這一條 所以他會長根 大家可以看 這樣就可以種 那如果你懶的話也可以直接擦土裡 那擦水裡是為了預防說 他有些還是有不良的 不良的人就可以先淘汰 那他會發芽的 表示是比較好的 這個種地 會比較省時間 然後再來是 黃工業其實也是可以 黃工業我也是去買 然後他發芽會比較慢 大概是兩週 他只要沒有 他如果只要沒有爛掉的話 就放著不要理他 那一般我是放在我 我們家廚房有一個那個窗戶 然後有個檯子放在那邊 你就剪的話 大概留一支 一支就夠了 像這樣 就擦的就可以 那這個也不需要擦什麼發根本 直接擦土裡或擦水裡都可以 很好種的 然後地瓜葉呢 大家很多人都不喜歡吃他這個 梗吧 那像有些綠色的這種 像這種綠色的會比較粗 對這種很粗 因為我帶好幾種 大家可以到時候可以剪一結合一種 這種粗的話 葉子可以煮 那這個梗的話 我是怎麼做的 我就把它切小小段 然後做蒼蠅頭 那一頭就是那個 用絞肉去炒跟豆腐 對很下飯 而且我也太硬 因為有些真的很硬 你很難入口 那你切小小就很好入口 而且你去買那個韭菜花 還便宜 因為我小孩比較不喜歡吃葉子 所以我的葉子是餵那個蚯蚓吃掉 那這個也是大家可以截一截 就可以種很多 那一樣也是到處種比較安全 那你也可以種前院 因為這個很漂亮 其實這個紫色的種前院 我有種很多很漂亮 那鄰居可能不知道 他們有就是裝飾用 因為他比較不太吃這個 可是對我們來說 你這樣種又好看 又可以當裝飾 然後又可以吃那一夜 所以很好 這個是另外一種的地瓜葉 對這很好玩 對他們說地瓜葉有分葉子跟這個 這個其實它會生出那種白白的地瓜 也是可以吃 可是味道沒有一般的地瓜那麼甜 但也是可以吃 那你也可以買紫色地瓜回去種 那個我有吃過 那個葉子長出來蠻好吃的 那如果是美國那種樣 那個長出來就不怎麼好吃 所以大家不要吃 那再來就是空心菜 這個我也是去Farmer's Market買的 你看其實你不講有點像地瓜葉 它的葉子特別大 因為像台灣那種水耕的空心菜 空心菜其實非常好種 它一定糾結在一團 所以你擦水的時候不要擦太多 不然你到時候分的時候會傷到耕 那你選的話也是選粗一點的 像這種粗一點的話 就比較發根的機率比較大 太細了反而比較不容易 然後這種空心菜 因為它只要有水就能活 所以你在洗空心菜的時候 小心下面那個 這個比較粗的就要不要丟到水管裡去 讓它會堵住 因為它會一直長 對就要小心一點 然後這個如果你不要的話 也不要做堆肥 因為我做過了 就它長得很高興 它長得比正常的重的還高興 因為堆肥那邊很肥 所以如果你不要它的話 最好丟垃圾桶 或是等一下切好一點 或安全一點丟垃圾桶比較安全 不然很多東西你隨便就它都會繼續長 像剃瓜葉也是 那再來就是這個青蔥可能 不好意思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了吧 紅鳳葉 紅鳳葉 對 紅茶 不是仙茶 不是仙茶 紅鳳茶 紅鳳葉或紅鳳茶 這也很好做 你只要這樣太色 下面這個樹的差距就可以了 它會長很多 那這個的話 他們說不要晚上吃 比較涼 那也有報導是說 跟動物油去炒 或是跟肉去炒 對身體比較 所以大家可以選擇 它也有白色的 這個也會有帶一些 大家可以這樣回去擦 所以也是記得回去之後馬上擦 所以不要碰到隔夜 現在我們講的這個蔥 蔥最好 最好重 為什麼 因為我女兒 我有時候切一切叫她重 她就懶 她一般也這樣重 重好之後咧 她就懶她的倒的擦 你會長 對 你會長 大概簡單 就是這樣 然後你這個根可以把它收掉 就這樣插下去 拿個筷子 你在你的後面抓不到 插下去 就滾了 這很好做 那一個人插水 可是插水會臭 所以你要每天換 我建議就直接插土裡就好 那這個如果夏天的話 你去那個韓國超市 像是這樣 十把才一塊 你這個買個二十把 然後插一堆 那你要好一點的就用那個 趴地水 讓它擦棚也可以 或是擦土裡都可以 這很好做 你擦一堆之後 你大概可以吃到一整天都沒問題 因為這個冬天比較貴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 你買一個就不用你卡 人就走開 但要記得交水 如果朋友就跟我說 她的九層她死掉 我給她的九層她死掉 我說 怎麼死了 你那個水 陽光怎樣這樣 後來她沒有給她水 我說 你再怎麼堅熱 她要水 你不給她水 你就別揍了吧 所以大家記得要水 但水也不能太多 像如果天氣沒那麼冷的話 沒那麼熱的話 就大概兩三次五次就好 很多人縱使現在水太多 而且還有你的土的話也要注意 你的土如果挖個洞水灌進去 他 他呆在那邊不洞的話 那就有可能這邊的水 沒辦法偷氣 排水不好 你就不要種 因為種什麼會死什麼 所以就好不要 那你如果挖個洞水進去流 就比較好 所以一般植物都希望排水量好 然後我建議是半日照比較安全 因為這邊的太陽太熱了 所以除非你要給它遮養 那每次熱浪來你就死一堆 所以半日照最好 然後西曬的話 最好有需要 所以要是早上太陽比較溫暖 所以它們才會長大 那如果你家比較溫暖的話 就可以過冬 那當然這裡會長一些黑色小蟲 所以我的方法還是 東種一塊西種一塊 分散風險 不過一邊死了又沒得吃了 對 對 那現在冬天比較 現在價格還不錯 大家可以試試看 然後層次上面就可以做一些 看你要做什麼蔥料 所以我都是 夏天的時候買一堆種 冬天就可以 就不用再買了 那如果你吃的量很大 當然就種多一點比較好 那再來就是九層塔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根很多 這個是我去農夫市場買的 所以就大概是 剪一點點葉子就好 不用留太多一點點葉子 這樣就會發根 這個很好種 大概五六月就可以去買了 這一個咧 它長得不是那麼好 根比較少 而且這塊黑掉了 這就是算失敗 因為這一個桶子裡面的是 我算是老樹 它已經木質化了 然後我就把它 那個葉子撿出來 所以它的生命裡沒那麼旺盛 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個是農夫市場買的 就很多了 隨便跑都隨便種 因為可以直接插地 直接挖個洞插下去就可以 所以這種很好種 那我喜歡種 我比較喜歡種這個九層塔跟那個子修 因為我女兒很喜歡吃那個九層塔 配那個義大利麵 就是涼拌義大利麵 你番茄切一切 然後這個 算sweet basil 就是鑽羅勒 然後切一切大蒜飯 然後拌涼麵 然後拌涼麵 然後拌涼麵涼麵 就可以吃了 就很方便 那一種是 不好意思 然後這個是我最常種 這個我大概種了十幾年 大家如果口渴的話 可以去那邊喝喝看 這可以做那個子修 檸檬汁 很漂亮 這個怎麼做 這個 像這種 這個其實我先講這個品種好了 這個是越南子修 我最喜歡越南子修 因為我做過台灣的 台灣也是像這樣 那他的葉子是比較 比較不平的 波浪狀的 可是他吃起來比較粗 生吃的話比較粗 這個生吃的話很嫩 那你可以加上他的老葉 老葉大概一百片 你那個葉子要量夠 才會有那個顏色 大概一百片左右 大概一百克差不多 就弄小鍋 然後煮 小鍋煮大概十五分鐘 然後放涼 加檸檬汁 加糖 最好是白糖 然後才會有這種漂亮的顏色 因為如果你加砂糖 或者是蜂蜜 顏色就會灼掉 那我第一次做很好玩 我是記得是我女兒 生日的時候 我做給他同學喝 沒人敢碰 為什麼 因為很恐怖 這是天然的 他們不知道 那我也忘了說明 我就發現 小孩怎麼碰 也不是吧 大也不敢碰 他們覺得這個一定是那個色素 太漂亮 你在做的時候 最好他那個 指數葉的話量就好夠 還有酸也要夠 才會有這麼漂亮 就那種Ruby的顏色 那我大部分夏天都會種一堆 然後做這個來喝 那我們家人都會喜歡 那這個也是可以擦枝的 這個可以去順發 或者是越南超市 它會有一點一點 你可以學那種 根粗一點的 然後把葉子都拔掉 這可以生吃比較嫩的 我們老葉就來煮 然後這叫擦 擦它會發芽 現在是比較有點彎 可是還是可以種 那最好就是五六六六 六四五月的時候最好 那它就會 那你放室內 它根長得比較快 放室外可能會有點嫩 那這個的話 你種好之後 就讓它長大之後 就不要動它 它開花結果 盡量不要讓它開花 那等到大概秋末 再讓它開花 開花之後呢 你不要整個拔掉 你讓它枝葉散滿 那個種子散滿地 你隔年它就會再拔 你就不用再去把它種 就一直這樣重複 那這個根呢 這個老汁咧 你把它等哭了之後 就等於曬乾 陰乾 陰乾之後咧 你把它煮湯汁 然後加冰糖 這種要連根的 然後它可以 你快感冒的時候 可以喝一些這種 這種汁條 對感冒不錯 那九層塔也可以這樣做 就是它的老汁 你連根拔起來之後 給它在那個倒著 這樣冰乾 然後煮湯 或流起來 就會那種 你快感冒的時候 喝一些熱熱的 有點冰糖的那種 是蠻好的 大家可以參考 那這種像韓國人呢 韓國人是比較綠色的 那我是選這種 以綠色組不出這個顏色 所以要做好是像這種的 嘴黃 而且這個味道 也比較重 比一般的重 它也可以做紫蘇 它就說紫蘇的營養成分 大概是人體所需 也有可以補乾 而且紅色 紅紫色對心臟很好 所以大家可以多吃 這種也是 上面那葉可以生吃 下面的老葉可以煮湯 或者是 如果你有煎魚的話 你就知道 家裡都那個魚味很新 然後呢 你就會煮一顆這個 又有飲料說 補好 然後空氣也會很乾淨 這樣也蠻好的 要不要曬乾 曬乾 我的方法是 因為我小孩喜歡喝那個檸檬汁 紫蘇檬汁 我的方法是 它在量產的時候 我就把葉子收集起來 洗乾淨 一份一份做好 冷凍 冷凍之後 你要冬天要喝 就一包一包拿出來 煮一煮就好 葉子洗乾淨 它在冷凍 對 大概100片葉子一包 洗乾淨 不要讓它太碰 然後冷凍起來 那你冬天 冬天就還是有得喝 對不對 所以這樣也蠻好的 那也有人 日本他們是 做染色用的 像那個 煙霉都是這種 這種顏色的 就是用這個去染的 那用鹽搓一搓 然後你可以用鹽搓一搓 然後加檸檬汁曬乾 然後等到乾了之後 磨成粉 就可以灑在飯上 日本超市有在賣 一小時候要跑幾塊 六塊以上 所以自己種的 那就是自己種的 那再來就是 對吃法 吃法 因為韓國他們是用綠色的 包著烤肉吃 那他們也有用那個種子 磨成粉去灑在那個湯裡面 那一般有去稀有增加香味 那我們華人是一般 比如是蒸魚或者是 蒸肉都可以看你自己選擇 那越南是包那個炸春圓 你去炸 你去越南超高餐廳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些這種葉子 你就不要丟 你就拿那個餐廳籽 加一點水包著 你會讓 擦水裡 他就很廢火 那九層塔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順便去吃飯 又可以順便走 這個還有一個很大 他說可以幫助 恢復人體的正常的利益力 所以 他們說是有抗癌 那我是覺得多吃是無妨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個小孩子一定很矮 很好喝 那當然是癢人的 那再來就是 我還有一點這個是 他可以防過敏 然後也可以抗菌 所以如果腸胃不太舒服 他可以吃一些 那如果大家口渴 可以過去喝一喝 那我這邊還有 如果還有需要的話 那香蠔 香蠔也是 你去買的話 大概就是長這樣 那你就直接插土裡 然後他也會活 而且他可以一直長 你就不用在那邊 每年蟲種 很好喝 對啊 種一次可以一直吃 種最好 最方便 而且這種綜合當然都 不用理他 他可以自己活得很好 那要記得浇水 也不要過多的水 香蠔 嗯 香蠔 香蠔的話 他們一般是煮那種 東南亞的料理 你知道嗎 然後你可以泡茶 那香蠔 然後你可以就是 嗯 煮水 然後他有一些香味 你可以泡茶 喝跟其他的那個 什麼像香蠔草 好像煮水 當茶喝也可以 那有時候 我會拿一些在家裡 蟲 蟲 因為他們都蟲不太喜歡這種味道 那他們比較常用的是精油 精油加幾滴在那個酒精裡面 然後噴 噴家裡也可以狂蟲 對 好 甘蔗 這是我家的甘蔗 噴 有點 大了 這樣子 那他這有側芽 可以發芽 那我剪一些可以替大家回去 你可以這樣 埋土裡或者是這樣也可以 看你高興 那他會一直長 那這是紫甘蔗 那這一個的話 我是那個去炸甘蔗 吃的地方跟他要一截 要一截不錯 你就要埋下去之後 他就長很多 那一般人會說 啊我們家沒有甘蔗 炸雜雞 那怎麼吃 那我牙咬太恐怖了 對啊 那我們家咧 我們就請我老公 切四分之一 我們就可以啃 那你也不要等他太老 等他嫩一點的時候吃 我們通常都太晚吃了 所以都蠻老的 那這個不可以啃 這個不能啃 因為這很甜 可是這是比較甜 那你怎麼辦呢 我就是 你要撿一撿一撿 煮湯 你煮那個什麼 胡蘿蔔湯啊 或是排骨湯 放一點 你就不用放那個味精了 就很甘甜 那或者是熬汁也可以 這種都蠻好的 那這種也是這樣 這樣種他就會整 好 好 差不多了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不好意思 還有一個那個 除肥 你們加入過 有 像一般他們會去買雞一份 來吃肥 那你加現有的 也很適合 像如果你洗米的水 最常用洗米水 加花 洗肉的 洗魚的 不要驚訝 你看他們最愛了 可是如果有私處的朋友 那就包含一下 因為其實你撒這些 呃 魚的肉的肥 他們最愛了 然後你自己像 像他們有個種 拔蠟是說 挖個洞 然後把爛掉的魚丟進去 然後再把拔蠟種下去 那拔蠟長得很高興 所以你越肉的話 他們是長得比較好 所以你洗魚洗肉的水 不要丟 然後你流起來 撒 撒你的那個 不要撒他太近 因為會有那個蚊蟲 所以最好撒遠一點 然後 呃 煮水餃的 煮水餃的也很好 因為裡面有肉 所以他也是很適合 等涼了再去 煮麵也是可以 那如果你煮義大利麵 有撒鹽的話 最好不要 那個有鹽分會很傷 那種煮麵水很適合 他有很多 維生素不易 所以那些豬都會很高興 那你用這些 其實 其實就差不多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 再去買雞肥試試 那一般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我自己濕肥 我還有濕一個就是什麼 環保酵素 就是你用 當然應該都有聽過 就是用那個 你維生的果肉皮 加黑糖 加黑糖加水 去讓它發酵 那個 那個肌肉也很高興 因為可以給那個 因為你一直在做的話 出卵會比較混乏 所以你需要一些維生素 不光肥料還有一些 什麼美啊 假之類的 讓它比較豐富一點 所以他們就會長得很好 OK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家裡會是用碗水 那個食物怎麼可以交嗎 可以啊 碗水的食物 對啊 它其實植物不佔 對不對 只要不要有緣分就好 那個狗皮是可以直接 埋在那個狗裡面嗎 也可以 就是你最好蓋子 然後不要離燈太近 那我的做法是 我是會買管子 有一種是 比較軟軟的做法 它不是買那種 大的水管 然後裡面有一個洞 就洞那種 然後你就拿一截 然後放在樹 在你的樹 或者旁邊挖個洞管 放旁邊 然後就把一些那種 你家的櫥放進去 不要靠近跟太近 那有個洞的話 是它抽眼器去吃 裡面再出來 那他們說買大一點比較好 這樣可以養蝶蝶蝶 蝶蝶大概有洞 會進去出來 進去出來 哪有什麼管子 它那個像水管 大概是什麼 HOME PICKLE有 那一個很長 你可以切四份 然後埋在那個樹的旁邊 或者是 衣紋 你知道嗎 那其實類似管子都可以 不一定要那種一樣的 大概差不多的管子都可以 又有人用筒子 你去看他的管子是有打好洞的 那你也可以買一般的管子 就水管之後給他打洞就可以 那也是可以 那他你打好洞就不用再打 比較方便 我建議蔬果比較不會那麼臭 那你如果吃剩的會有鹽份 鹽份就不太適合 怕你知道 他們都很怕鹽份 像你買那個沙子 弄進去也怕有鹽份 他們比較怕鹽份 大小便人只可以 古早人是有在用 可是我自己本身沒有在用 因為我老公說不准 他寧願用駅粉 駅粉也不要用人粉 我知道的是說 你不要直接想去 你要讓他發笑 可是你鄰居如果不抱怨的話 那我用他 一般知道的番茄很愛人的 這個地管葉 這個 地管葉 我不放在水裡面發芽 直接這個種下去洗 也可以啊 這個我直接種下去洗 直接埋下去就可以 直接把那口裡 要埋下去 就這樣埋下去 它就在桶裡面發芽 對 它會給你腳 就像這樣 這樣子 所以沒關係 這個滿意沒有 上面不就乾了嗎 乾了沒關係 它燈在一個 對 它燈 你這個拿回去就好 趕快用 因為這是我小巷 如果親了 那去前輩關掉 這個怎麼會這樣 喔 這個可以 你看它的 你看它的這個沒有那麼多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也可以 那就把你的樣子檢掉 對對對 你可以因為你去酷了 這個去控告 他就馬上上 你看這些都是 可以 請問一下 剛剛有講到說 火手瓜的人 飄出來的 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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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所有 凡事人 看到火手瓜都吹火啦 看到它的葉子 然後修剪 通通都沒有戴手套 對 不是不是 我沒講清楚 我所謂戴口罩 跟那個是 你東天 他已經整個哭掉了 那哭掉有些會發霉的東西 所以你在在清整個那個 火手瓜的枝葉 枯葉之後 整個剪的時候 最好戴口罩 不是平常剪的時候 平常可以戴手套 因為它那個細毛 有些皮比較 我們女生皮比較嫩一點 會比較過敏 那它有那些細的毛 新鮮的那種纖維 會跑到你皮 會癢癢 那一般你要大修剪的時候 最好戴口罩跟那個 比較安全 那最好有穿那個鞋 是最安全的 不然你整個皮孔都是黑黑的 所以 那些吸進去 有些是沒 所以不是 不是很好 洗衣服 前面幾道不要 後面幾道清水 可不可以用來澆草地 澆園 洗衣服我是沒有試過 你也可以試 但最好是你確定它比較安全 因為它怕那些肥皂 還有殘留 或者是漂白水之類的 沒有得到白水 好 現在就 請問你皮瓜葉要怎麼交水 因為我 你說動態關 前面現在有限水 比方說 一對禮拜請你交兩天 如果有限水 那你坐後面就好了 什麼就好了 你覺得中間到 玫瑰花 或者鮮長 不太需要水 對 那後面就做這些 這些是比較要說的 所以 所以 對啊 就那種 是怕靈機會會說話 所以你前面如果 蛤 那你就坐後面好了 那坐前面 不要 你前面做一些玫瑰花 它不用水也活得很好 也不怕陽光 好 紫蘇葉是日本他們的一個做法 就是他們會 他們一般是用你泡梅子 梅子的時候會加紫蘇葉進去 讓它變成 那種這種顏色 那一般你如果沒有梅子的話 我建議可以加檸檬 就是 葉子 撒一點點 因為它這個很乾 其實沒什麼水分 你撒一點點鹽 然後你要搓一搓 搓一搓之後 加一點檸檬 或是醋 讓它變色 變成這種很漂亮的顏色 然後你再鋪好 把它曬 放房間 應該或者是 讓它乾 乾了之後 可以打成粉 就可以泡飯吃 因為它外面賣得很貴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沒有做那個紫蘇梅的話 最好 就直接用那個 撈出來的梅子做 它撈出來的那個紫蘇葉做 那這種味道比日文的香 我喜歡這種味道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 那你用 你用 你用綠色的也可以 可是味道會有點略為不太一樣 綠色的我覺得聞起來有點像 不太一樣 看你自己喜歡哪一種 就買你喜歡的 好 還有誰有什麼問題嗎 你不要說 你要說買那個 厚膠的運動 然後有埋奪 埋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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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是 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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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講到有道 你埋進去的話 至少要有20吋 那很深 那一般你不能再去挖 你可以大概18 也可以18吋也可以 那他們也有人做法是 用那個水桶 水桶的話 就是你去Hotipo 不是有那個 一個三四塊的那個水桶 買兩個 下面那個底挖開 打洞 上面 就把那個下面都蓋出去 然後上面那個就這樣蓋住 就不會有無從 那這種方法是最好 我後來發現到這個方法是最好 因為我買的是小的 那你每次要塞的時候很難塞 它會卡住 因為洞會有一些屑屑卡出來 然後就會死 那你買大一點就直接丟就好 那就會變得很肥 然後就什麼都丟 那當然那個 有鹽分的都要丟 我是比較喜歡丟一些蔬菜水果 比較好一點 因為肉會 雖然他們植物很矮 可是會有一些聰明一些區略 所以我負責它 所以可以參考 所以可以參考 你說觀賞用的那種一般的那種 我知道是這邊的韭菜 有些味道沒有像我們吃的那個種 可是那個其實是可以吃的 但你說那種不確定我不能給你買 因為我沒有看過 目前沒有聽過媒體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那 最好就不要吃 你不確定的不要吃 我剛才那個叫一趟那個 救護車的話 大家擺起跳 所以還有大家 還可以再喝 不要客氣 那大家沒有問題了嗎 好 那我們 就到這裡 那我拿去給大家收拾 好 謝謝